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會挑功夫片為香港電影作為制定的一部片種? 因為我知道香港電影從邵氏,從香港給上香港之後,跟國泰拼等等十多年 有文藝,有武俠,有...當然最後七年最揮煌的就是功夫 為什麼你會挑功夫這部片種,來做一個對老前輩制定的一部片? 我聽得懂的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香港這麼多年來,我們如果講英文,可能歷史比較短 就是講粵劇,但是那個廣泛性就沒有那麼寬 第二,我想每個人,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但是香港那些小朋友 我自己的小朋友階段也有,或者現在的新一代的小朋友階段也好 經常不提及功夫,你學台拳也好,學泰拳也好,學螳螂拳也好 一定有機會接觸到,學不學另一回事,但是一定會接觸到,包括同學,朋友都有學 我覺得這件事裡面,最好能夠在電影裡面可以發展到 因為之前的劇本是曾經想嘗試用音樂去表達的 但是音樂就比較困難一點,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入到 因為如果我理解,他們一寫就會寫Rock and Roll 變成了可能比較成熟的傳輩,就未必那麼容易入到那個世界 但是功夫比較容易,第一,首先我們手上的演員他們是懂得功夫的 第二,大部分的觀眾,多多小說也都聽過,看過,或者參與過功夫這件事 第三,我們這個主題是說,顧問論你年紀輕也好,年紀大也好 我們面對你的難度也要自己解決 記得,我今天可以,可能洗一兩招好像OK 但到我七十歲怎樣呢? 一時我有力,但不夠快,是體力會下降 但是,正經就是這樣的時候,可以用功夫去體現一般 現實生活中的前輩,他們面對的困境的時候怎樣解決呢? 就用功夫這件事去包裝 那變成大家就信了 那就是一個比較好的表達方式 好,沒問題 其實呢,香港這麼多年來呢,音樂方面的歷史我們就只有樂句這些 所以我們的音樂方面的歷史並不太悠久 所以呢,林家棟監事他就選了這個,以功夫這一個為主題 因為香港大部分的年輕人,或者老一輩的人呢 對功夫都是會比較有一些了解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那麼多功夫的店 他們比較容易了解關於功夫之類的東西 那還有第一個原因就是呢,演員他們本身很多都會功夫 所以用功夫來表達這個主題會比較容易 第二呢,也會就是這整部戲的主題 就是說其實很多東西,人生就像在打雷台這樣子 那如果他覺得這方面呢,會用功夫來表達呢 會比較容易表達出那個意思 好,接下來有誰 林生、樂生你們好 你們剛才已經說了upgrade 我們現在看到你第一部戲,你是現在這樣 那會不會你的next project,你upgrade成為導演呢? 或者你會找Andy關於你,就是 導一步你 我說他們而已,我不是說我 我真的很保錡,想知道你的next project 其實我自己,首先這樣說 我自己一向,其實我做了二十幾年,做演員 就是我有一段時間開始做演員 其實我覺得當這個演員來了 你為什麼會覺得不滿足呢? 為什麼有些劇,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們不可以這樣說呢? 有些角色可以這樣去表達 為什麼你不可以這樣去表達呢? 其實是潛伏了很快,在我心裡 很多想法 我是等了這麼久,才有機會 我希望這件事成功 不是因為我跨著producer你的名字 是通過這件事去表達我想說的話 跟導演一起,我想知道什麼 他又想知道什麼 大家可以合作到的時候 就通過這件事去表達 那你說通過這件事之後 是不是令到我,林家棟可以upgrade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會想這件事 不過你問我有名字去做導演 有 但是不是這一刻 我為什麼要先做一個作為的監製呢? 因為沒有人騙到我 先去賠數吧 為什麼這些錢這樣洗髮呢? 這是第一 但其實我有很多方面需要學 包括他們拍出運用鏡頭 我自己是在學習階段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從這個崗位開始 慢慢慢慢學 這就是我自己的過程 好,後面那位先生他就問 其實在這部戲裡面,林家棟先生是作為一個監製的角色 那他就問,其實有沒有可能會向導演這一方面去發展呢? 那首先,林家棟先生就答了 他身為十幾年的,他本身是一個演員 身為十幾年的演員 他多多少少會有時候拍戲的時候會有一些不滿 就是會有自己的意見 可是身為演員 他是沒有辦法去向導演去傾訴這些問題的 不過他現在呢,如果可以作為有導演的機會呢 那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他說他其實是有興趣想做導演的 不過呢,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他現在暫時還沒有這樣的想法 他首先是要先從監製的方面去開始學 他有很多地方要學爐 那些拍攝手法之類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還有水有問題嗎? OK,等一下 你好,我想問如果資金上是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會在哪裡會做一些改變 或者是會改變哪些拍攝呢? 我想由來在我自己的工作條件之下 資金也不是一個最大的難題 因為首先電影是一劇資本最重要 其實是劇本 劇本,我現在發覺很多次 有很多電影 過程很流暢 故事很清晰 但是主題很模糊 通常我們看電影 走出門樓 他想說什麼 真的想不到 但是我本身 我自己由第一天讀訓練班 我好奇這件事我去學的時候 第一天就是要說 你想說什麼 這個是我們學回來的 然後到今天我自己去看劇本 包括我做演員也好 又或者我從監製角也好 我收劇本回來 我都問你 究竟你想說什麼 這個是我最大需要的時間 去考慮 反而你說其他什麼改善 那些可以用時間 或者用錢解決到的問題 基本上就不是最大的問題 需要大家的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 究竟我們能否清晰到 這個電影 我們要說什麼 讓觀眾接收到我們的訊息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會覺得 對我來說是比較辛苦的 如果要 純粹說 有劇本就對了 拍吧,拍吧,看吧,看吧,看吧 賺錢 其實不是我想看到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商業手段 去叛取娛樂 大家幾次都在賣票看電影 商業手段叛取娛樂 滿足到這兩個小時 但是之後走出戲院門口會怎樣 其實我們最討論是 比觀眾 除了都會觸到娛樂之外 我們想想 反之 究竟這件事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應不應到我人後的想法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先翻譯可以嗎 那位女士她就問 如果在資金方面是沒有問題的話 那林家東監事是想在哪一方面想要改善呢 林家東先生就回答 其實她最想改善的是劇本方面 她覺得劇本是一個很重要的題 很重要的因素 主題如果模糊的話呢 那整部戲呢 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其實她是很注重那部戲 究竟要跟觀眾說什麼 而如果她覺得最大的問題 如果是可以用錢可以解決的話呢 那其實也不是算是真的很大的問題 總而言之她就是覺得劇本方面 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那除了可以娛樂觀眾之外呢 那還可以讓觀眾會有讓人深思的一部劇 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請問一下羅導 就是我剛才看到邵音音小姐她做賴壓那段非常精彩 可能是我看二十多年電影以來最好效率 然後我想請問這個是導演的 會和編劇的意思 還是演員的臨場發揮 還有就是就比如說在看電影的時候 像我們看人間奇跡的時候看到你一個正導出現 就會覺得相當驚奇 之後會不會有這種小驚奇出現 謝謝 好啦 我就改這個啦 其實她不是這個戲的導演 她是演員 她之前拍了很多電影 包括那個天生醫隊 每場電話室對不對 還有就是PVU一部分 是PVU那一個部分 同胞 是她導演的 報應 現在拍了 一部電影新的 不是這一部 她是演員 她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來她過來 因為是她要 之前拍那個天生醫隊的時候 經常叫我去演出 沒有費錢吧 所以我覺得我叫她過來 我付付你錢那樣 報應嘛 這個就是報應嘛對不對 哈哈哈 這個問題就是高低 給她大力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 納亞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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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是 在充足的過程裡面 有些想很多選法 但是我 說實在呢 是我提出的 謝謝 因為在充足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 每一個部分的人 應該也在 在一塊 要想想想你們 什麼是右手的想法 什麼是比較 有那麼右手的想法 應該是慢慢慢慢去選擇 因為之前有一個 有一部分就是 如果沒有要了怎麼辦 有人提出 用那個 發布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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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那個 保利龍 就是 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我說 為什麼 在餐廳裡面 有這個東西 不可能吧 第二 我說這個在老鄉的地方 不可能有這個東西存在 但是你在餐廳裡面 一定有機 我說實在是應該從哪邊 從哪裡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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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來 從身在 在弄 對 讓他們覺得這個 根本處是壓 因為是 它瘋瘋了嘛 對不對 好 第三個問題 滿美嗎 他問你再說一遍可以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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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